子俊这一回也确实是让我有一个 又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 他好像从入行第一部戏就跟我一起拍了 《清智皇妃》 之后我们有合作过很多次 不是演兄弟 就是演这种一师一友 或者说是这种哥俩什么 全是这样的人物关系 所以这么一路走来 我是真的是看着子俊的成长 然后这一回我觉得 让我眼前一亮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子俊 他现在演戏 他其实很有自己的那股劲 我在跟他演的过程当中 我能感觉到 他是对这个人物是有想法的 他知道他要演这个人 是个什么样子 出来以后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人应该是怎么样站 怎么样做 怎么样说话 然后跟每一个人的人物关系 是什么样子 而且他演那个戏的时候 他是有方法了的 确实是我觉得挺棒的 也是经过很大